打开门外送员就在门口 不过不是以往大家熟悉的食物外送 而是垃圾代收 业者瞄准商机扩大开出职缺 送一单薪资大约40到60元左右 我是兼职的 然后如果跑勤一点的话 一个月可以到快2万块这样 因为食物外送的话会有餐鞋问题 然后会比较不固定 那如果来接乐可工作的话 我就可以预计我一个月半排班几天这样 斜杠垃圾代收补贴一些生活费 懒人商机不可小看 一年业绩翻倍涨 对有在跑外送的伙伴来说 他来接我们的单 其实时间上是不冲突的 因为外送的时间通常都会是在晚上 跟中午的尖峰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时间就不会都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从早上到下午的时间都可以作业 代收业者发现近期不少美食外送员 也顺便加入兼职 因为美食外送员数量越来越饱和 加上垃圾代收和美食外送的薪资上 也有些差距 垃圾代收平均一单40元到60元左右 一次可跌大约5到6张单 换算成时薪是240元到400元左右 而美食外送时薪150元到200元 因此垃圾代收的薪资成为 兼差的诱营之一 如果以方便性来讲的话 或是很顺便的话 我会想要试试看 毕竟现在一张单钱太少了 我们一小时还可能还跑不到150元 食物要外送垃圾也想花钱请人丢 懒人商机越来越庞大 也让外送员的选择更加多元化